当地时间5月30日 英国议会宣布正式解散 7月4日将举行大选 两个问题 第一 苏纳克为什么现在解散议会 第二 大选之后 执政的党派和执政的人是不是要换了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补充个背景 英国政坛基本上是保守党和工党两风在斗 自从2010年以来 英国一直是保守党在执政 但是自从2022年卸任首相苏纳克上台以来 工党的支持率一直领先 而且有两位数的优势 谁颜面大 谁就想选 所以工党其实早就想解散议会重选了 只是苏纳克和保守党一直压着不让选 那么为什么现在又让选了呢 一个是因为压不住了 5月2日英国地方选举 保守党输的那叫一个惨 新选的2658个地方一集 保守党只拿了515个 几乎是丢了一半 11个市长 10个都是工党拿下的 媒体都形容这次选举是40年未有之大惨败 5月16日的一个最新民调显示 全国层面 保守党的支持率只有20% 工党有47% 差距进一步拉大 再搞下去 工党可能就要发动不信任动议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倒戈 下一月650席 保守党只有261席 倒戈很可能就沉了 与其到时候被迫下台 还不如自己主动出击 占一个好的时机 那么为什么选现在这个时机呢 最直接的原因 是5月20日爆出的那份毒血报告 我稍微介绍一下 当时BBC和卫报公布了一份2500页的调查报告 报告里说 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英国从美国进口了大量来自囚犯吸毒人员的高风险血液制品 这些受污染的毒血最终造成了3000人死亡 3万人感染艾滋病和乙肝 而且英美两国政府那是横瀉一气 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把这个事情给盖住了 现在丑闻曝光了 肯定是谁在任上谁就倒霉 锅太大了想甩都甩不掉 所以干脆是这个时候提前大雪 避避风头 躲开这个烂摊子 第二个原因就是经济了 今年上半年 英国经济稍微好点了 4月通胀率降到了2.3% 是三年以来最低的 比苏纳克刚上任时的11%要好上很多 第一季度的GDP只跌回升了 环比上涨了0.6% 也是两年半以来表现最佳 那是举国同习 然而5月24日的最新数据又不太好 零售跌的比较厉害 而且金河组织给的预期也不太好 总而言之 英国经济是刚见起色就达巅峰 下半年又是个大熊市 如果现在选还能沾上点上半年经济的光 胜率还稍微大一点 另外一个增加胜率的原因就是移民 也巧了 刚刚有数据说1万非法移民 从法国偷渡到英国 刷新了同期的最高纪录 而苏纳克可是一手推动卢旺达计划的人 就是把到达英国的非法移民运到卢旺达去 而且运人的航班肯定是可以大选之前起飞的 所以这源源不断的偷渡客 有可能就能给保守党这边上大风 当然了 光靠这么几个上风项目 要拉回落后两位数的支持率 估计苏纳克也觉得不太够 所以这几天他的动作不断 接连发文表示 说如果我再当选了 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呢 主要是包括了两条 一个是给800万领养老金的人减税 大概到2030年 每个退休人员可以总共少交200多磅的税 话说当初拿养老金的人要交税 好像也是因为你保守党取消了个人起争点吧 这还是你的锅啊 另一个是国家服务计划 我都不知道这是有创意还是想防鼓啊 这位首相说的国家服务有两种 英国年满18岁的公民 无论男女都要参加为期一年的军事训练 或者每月划一个周末 为国民医疗保健署 消防救护车搜救和当地重要基础设施 提供支援服务 概括一下 就是要么服兵役 要么服姚役 二选一 这个内政大臣是方首相解释了 兵役可以解决社会封链 姚役可以使年轻人重新融入社会 翻译一下 就是给年轻人找点事干 省得变成不稳定因素 咱们先不说这个计划的效果怎么样 能不能给保守党拉到选票 就说它的可行性吧 不管是减税还是国家服务 都是要花钱的 加起来都快要百亿英镑了 英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很可怕了 连医保资金都付不出 这钱是从哪里来呢 首相说了 主要通过打击避税和逃税来提供 不知道保守党的金主们 对此事会有什么反应 那么经过这么一顿操作 保守党的迎面大吗 我看很难 保守党为什么支持率那么难看 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保守党执政14年 换了五个首相 看看发生了什么 苏格兰北爱尔兰离心倾向越来越大 联合王国就快没有联合两个字了 日布罗帝国的底库那是岌岌可危 经济上经历了脱欧疫情 俄国冲速三大冲击之后 英国经济陷入了技术性衰退 说人话就是一摊乱泥 再换十个首相都救不了 民生嘛 根据卫报报道 今年一月有15%的英国家庭在挨饿 有数百万人因为经常买不及食物 不得不少吃一顿饭 保守党没干几件人事 内部又是人心思义丑闻不断 先有约翰逊聚会盟丑闻 又有特拉斯的生菜盟 最近又因为巴尼问题 内阁自己都封裂了 民众对保守党的耐心已经到极限了 不是你找一个相对好一点的时机 或者让人六年少交几百块养老金 就能解决的 当然了 工党上台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或者说基本上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但是英国老百姓已经是管你谁上 反正就是不想看到保守党了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 虽然保守党执政十几年没有进步 但工党在野十几年还是有点变化的 现在的工党领袖萨默 曾经高调宣布 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工党变了多少 工党上台之后 英国是不是要开始走社会主义路线了 先点个赞 我们下回分见